首先北京晨报关注的是一个男子当街摔女童被刑拘 而现在这个孩子已经确诊是脑死亡 23号晚上8点50分左右 一名推着孩子的母亲在大兴区的科技路公交站和一辆轿车内的两名男子发生了冲突 而口角之后车上的两名男子下车殴打了该女子 更为残忍的是 其中一人竟然还将同车里的孩子举过头顶重摔在地 截至到昨天记者发稿时 女童仍然在医院的综合ICU病房里面 而据医护人员介绍 孩子的脑干严重受伤已经被确诊为脑死亡 只剩下了心跳 目前医院仍在采取措施维持孩子的生命体征 但每天的治疗费用也非常高 医护人员说两岁半的孩子头部比身子还重 跌倒之后很容易摔到头部 更别说你举起来再摔在地下 这肯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现在很多网友 包括很多人给这个小女孩祈祷的同时 也不断的在谴责 在问 说你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 对一个孩子下次读手 而新京报援引专家的话 说有可能这个人 有可能这个男子 他是属于冲动控制障碍性人格 725号韩某因涉嫌故意杀人 被警方刑事拘留 另外一名嫌疑人李某在7月25号中午到北京市公安局大庆分局投案自首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当中 而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表示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 该男子的行为严重偏离了社会常态 既违反了社会习俗和规范 很可能属于冲动控制障碍 那么至于为什么会突然失控 张主任认为现在条件还无法得出结论 但是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 韩某是刚刚刑满释放 或许对社会和他人已经积攒了过多的负面情绪 这些情绪压力没有得到及时宣泄 所以才一点就着 无论你是什么障碍 无论你怎么一点就着 无论你有多少的负面情绪 可能你会冲着成人去发火 去暴打那名女子 但是一个孩子招你惹你吗 无论你找什么样的借口伤害孩子 这是尤为不能原谅的 更何况这么恶劣的事件 是吧